我们这个理论部分的介绍 我们理论部分的介绍 我在这里面列出来 它其实呢严格意义上讲 是分为六部分的内容 分为六部分的内容 123456我跟大家来说一下 第一部分啊 它讲的是叫做会计调整分路 试算平衡表 财务报表 银行对账会计修错 一句话 什么呀 怎么记 怎么做表 对吧 怎么记录 怎么做表 第二部分叫做财务折旧与税务折旧 还有这个工资会计 还是怎么记录 怎么做表 我们现在都不用看 不用具体了解 什么叫做折旧 什么叫做工资 工资会计怎么做 这些我们都在说 第三部分 库存的成本核算 库存的成本核算 这个是什么 怎么记 怎么记录的问题 第四 企业的内部控制 这个呢 严格意义上说 不是怎么记录 和怎么做表的问题 它是一个公司的一个 跟公司运营过程当中 然后呢 需要有哪些 需要这个 跟运营有关的一些 control的问题 这里面会涉及到 总而言之呢 总而言之呢 它是围绕着我们会计当中的一些 发生非常频繁的一些交易和记录 来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考试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理论考试呢 是考察财务会计当中 公司用到的最多和最频繁的一些交易 把它拿出来 对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考核 这个就是我们课程当中 理论课程部分 所涵盖和涉猎的内容 那么 另外一部分呢 实际操作这一部分 主要考什么呢 它主要就在考软件 是怎么来用的 怎么来用财务软件 因为我们我们学习财务理论 那我们学习财务理论 是帮助大家明白 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做 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做 比方说 你年底公司要报税了 你打电话给会计师事务所 然后呢 这个事务所说 你把你的报表都交过来吧 交过来以后呢 我来给你调一调 然后呢 你交过去了 交过去了以后呢 会计师打电话打回来说 哎 你的这个 应收账款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就要跟会计师 做沟通了吧 你就要解释说 我们公司所处的这个行业 按照准则和按照我们 实际的一些操作情况 之所以我们是这么来做的 原因是12345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理论课 我们讲的目的 那么实际操作课 我们只需要知道 怎么做就可以了 在也就是在软件当中 是怎么去实现 我们来学习的理论 那么在安排课程的设置的时候呢 就把它穿插一下 我们的设计思路呢 就把它穿插一下 一堂理论课 一堂操作课 一堂理论 一堂操作课 就是这么一个交错的过程 学完了理论之后 我们马上在软件当中看 它是怎么来用的 所以呢 它是围绕着这么一个思路来设计的 那么这个围绕着这个思路的原因 为什么这么来设计课程的原因 我们需要通过学习 我们怎么来学习 来做一个了解 因为上任何的课 同学们肯定都很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来学习 老师啊 这个考试到底能不能啊 我们到底怎么来准备这个考试啊 对不对 会有这些问题啊 好 那么我们说呢 到底怎么来学习啊 其实分为三大类啊 因为第三类呢 跟我们今天的讲座没有关系 我简单提一下 第一类呢 就属于兴趣学习 兴趣学习的话呢 就你自己喜欢什么 对有的人喜欢养花 有的人喜欢旅游 对不对 有的人喜欢可能美食 对吧 有的人喜欢研究建筑 那么另外两大类的学习 第一类叫做研究型学习 第二类叫做应用性学习 那么我们的这个课程 属于什么学习呢 带来这个问题 等一下来回答我 那么什么叫做研究型学习呢 研究型学习指的就是 学校的学习方式 或者是学术的研究方式 研究型学习特别讲究什么 叫做追根溯源 就搞清楚why 对不对 搞清楚why 明白为什么 那么具体来说 问题落在了三个表现的方面 是什么 为什么怎么做 所以在我的课程过程当中 我会时刻 我会把这三个问题 带到我的讲课当中来 我会随时问大家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为什么 这个东西怎么做 那么第二大类的学习 是应用性学习 应用性学习 不讲究追根溯源 不需要你知道这东西怎么来的 对吧 那不需要从基础开始学习 我学完了以后马上就用 即学即用 所以这个是他的特点 那么应用性学习围绕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 你的需求是什么 你想要什么 对不对 第二个 市场的需求是什么 或者说用人单位的需求是什么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怎么样来组合 知识 才能够和市场的需求相匹配 也就是它是一个匹配问题 对吧 你的需求 市场的需求 怎么匹配的问题 好 那么我刚才问过大家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设置 我们的这个课程 它到底是一个研究型的学习 还是一个应用性的学习呢 两者都有 所以 同学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 无论是这个 这个是听我的课 还是还是不听我的课 都不要紧 那个我们说呢 所以学习的时候 要把这两个结合一下 也就是我们既要能够 马上来用 同时呢 也要去明白 它是怎么来的 对不对 我们通过 这个研究问题 通过怎么样去 在软件当中来操作 对不对 然后呢 能够帮助公司 提升价值 这个是我们的终极目的 对吧 我们我们学准则的目的 是为了这个 那么怎么能够让上课的过程 达到最好的效果呢 除了刚才我说到的 这个学习的时候 我们围绕着哪些 围绕着哪些问题来学以外 就这六个问题之外呢 还有几个 还有几个要点呢 我来提前跟大家来提醒大家一下 第一个 第一 同学们在课堂上呢 一定有多个问题 第二个啊 怎么能够让课程 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同学们在课程之后 我会给大家分组 我会给大家分组 我们每个 我们课上三个小时 那课后呢 我要求也不高 我要求同学们呢 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呢 不管你是这个 就微信啊 或者是zoom啊 怎么样也好啊 你们就聊一个小时天啊 下课之后聊一个小时 当然了 这个聊天的内容 必须要围绕着我们的课程 但是聊天的方式 不限啊 就像女生 就像女生 这个这个喝茶聊天 吃饭 对吧 开启一下你们的聊天模式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老师是怎么讲的 为什么这样呢 这么讲不对啊 对不对啊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 就你们你们平常 怎么跟闺蜜喝咖啡 这一个小时 你们就怎么聊 但是唯一的要求是聊的问题 要是我客人讲的问题 不能跑题 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 同学们会有非常大的疏忽 那么通过这个聊天的过程 我为了达到的目的是 第一个 你不断的听别人在讲 包括你自己在讲 是一个对知识的一个熟悉 梳理 分析的过程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 它也是一个什么 它也是个反思的过程啊 我讲的东西到底是 哪些地方啊 老师可能还需要再展开 哪些地方我听的不是特别明白 有没有其他的同学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对不对 就通过这么一个讨论的过程 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呢 是我的一个要求啊 当然了 你不讨论 我也不可能去盯着你啊 但是呢 就是我的一个要求啊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分组讨论的方式啊 来强化同学们的学习的效果啊 这个讨论的方法来自于谁啊 有没有男同学知道 讨论法的鼻祖是谁啊 西方的鼻祖是苏格拉底 对不对 我们讲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学学家之一啊 那么人类历史上第二位大的学学家啊 应用于孔子的应用于这个讨论的方法就是孔子 对吧 西方以苏格拉底为代表 东方以孔子为代表 对吧 你看人家这么高水平的人都这么干 你说你你不这么干 你还好意思吗 对不好意思不这么干嘛 对不对 讨论啊 这样的话同学们会有非常好的学习效果